歡迎收看控盤16世的每日觀念分享影片 我是程序研分析師Jerry 好的這個禮拜的開始 那個台北股市的表現還是出現了一個回跌 才看到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的行情才一個大反彈 那個一天漲500多點 大家才開心的國安基金護盤 好像有一個成效 可惜這個禮拜來講的話 整個行情出現了回跌 切進來畫面今天來講的話跌幅還不小 上個禮拜來講的話漲500多點 今天來講的話馬上回跌344點 幾乎讓整個上個禮拜 大家那一種為之振奮的那種心情來講的話 完全的澆了冷水 那當然外資這一邊來講的話 持續性的賣超好像大家都麻痹了 今天賣那個158億好像 比前面上個禮拜甚至前面的兩個禮拜的時間來講的話 好像賣的還有比較少一點的 反正現在的行情來講的話 我相信就是說對於大家而言 美國股市的暴跌 那外資的賣超來講的話 似乎習以為常了 好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就好是一直告訴大家 就說眼前這邊的行情你要看的是整個 加權指數走的過程而不是表面外資的賣超 或是表面的日線圖上面的紅K或黑K 那當然美國股市的漲跌來講的話 關鍵已經在上個禮拜 你只要有掌握住 就好是在3月份給大家的免費權限的影片 你有掌握住來講的話你就知道 美國股市你這個月你只要看一個重點而已 其他的那個不重要了 好那個日線圖上面一根的上個禮拜這一邊 一根明顯的藏紅棒 馬上的今天又跌回去了 甚至就是整個收盤又失守9000了 那眼前的行情這樣子的 從最近破年限 甚至就是說從這一個 就好是提醒大家的不守了 沒救了不救了 那一天開始3月12號開始來講的話 一路到現在其實行情崩跌的速度 跟整個行情的 讓市場引起那種恐慌心情的那一種 氛圍來講 尤其是現在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看得到 最近確診的人數越來越多 那在疫情沒有一些明顯改善的狀態下面 來講的話 似乎大家對股市這一邊的表現來講的話 似乎都是憂心忡忡的 即便是國安基金護盤 可是這邊你大概會知道說 為什麼舊老師上個禮拜跟大家提到 第一個大腸紅棒對不對 肉眼看到腸紅棒對不對 你要眼見為憑對不對 對 你看到什麼 我上禮拜的節目上面告訴大家 直接在大家面前 腸紅棒對不對 大腸500點對不對 漲勢組合打XX 所以這個其實觀念一直都 給我一個全畫面好了 這個觀念來講的話 舊老師不只是一天提到了 上個月2月份開始來講 我一不只在節目中當中一直暗示你 一直提醒你就說不是買股票的時機 那再來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你要看得懂是加權指數盤貸的過程 尤其是表面的大漲或大跌 尤其你遇到大漲的時候 因為最近大家比較期待是反彈的行情 那反彈的行情你看到長紅棒 你要先知道是漲勢組合的排列 還是非漲勢組合的排列 因為那個強彈跟弱彈 甚至只有彈一天 彈兩天那個差別就是在這一邊 你要真的一段的漲勢組合排列的條件 那個成立了 那個行情只要比較像樣的連續性的 或是一個波段的出現一個向上的 彈升的幅度 否則證明來講的話 一天來講的話 似乎一個就是假象也好 或者是說這一邊來講的話 白開心的也好 那上個禮拜就好是在這一邊也提醒大家 大家現在都在 新聞媒體這邊 自從破萬點以來 大家每天都是在新聞媒體可以看到 國安基金要不要互盤 那國安基金現在已經進場互盤了 上個禮拜我跟今天來講的話 大家一定可以很明顯的可以從 盤中連線的一些電視媒體看到 國安基金怎麼樣又怎麼樣子的 上禮拜就好是上個禮拜五的節目 已經提醒大家 現在行情最有趣的是 市場上面沒有人在告訴你什麼樣的狀態 什麼樣的行情呈現出來 才算是國安基金真的有互盤成功 或者是他真的有成效出來 沒有人跟你討論這一些 這是現在市場上最有趣的地方 好 切切回到畫面 我相信上個禮拜來講的話 你只要鎖定節目的朋友 你都很明顯的看到我做了這件事情 在YouTube YouTube的那個就好是頻道裡面 你都可以找得到大漲長紅棒沒有錯 盤中甚至一度的看到台紙棋要拉到快漲停 漲停沒鎖死拉拉到漲停 觸及漲停板 可是我告訴你不是漲勢組合 今天來講的話驗證了 那很明白的就是大家可以發現 差別在什麼地方 你的觀念而已 你知曉不曉得 那個金坐手控盤的手法 你所看到的漲跌是不是真的代表做手 我相信上個禮拜五來講的話 你早就已經訂閱舊老師的Telegram的頻道 你手機拿出來 上個禮拜五 你一定可以看到這張圖 這張圖是我們空盤16室的學員來講 每天早上行情一開出來 9點15分過後 那個三盤排列的暗示只要出來 我們在舊老師的臉書的頁面上面 就會鎖權限 所以學員的權限來講 都會看得到這張的提醒圖 那我傳給大家的 就直接告訴你什麼 跌勢甩叫盤 跌勢甩叫盤 告訴你什麼 上個禮拜五你表面看到大漲500多點 他只是跌勢過程的一根的甩叫的紅K 甩叫什麼 就是你空單有抱住的人先讓你什麼 先把你下退場 下退場之後這個禮拜 再把你什麼 打下來再把你灌下來 再殺回來原地 所以這邊來講教老師一直提醒大家說 做手控盤的手法 他不是一般投資人 很輕易可以想像的 那當然他也不是什麼艱深的學問 那只是說你能不能事先掌握而已 我相信 當然滾這一邊來講的話 你只要早就已經訂閱 音樂教老師的頻道來講 然後上禮拜五 其實就已經很明白的告訴大家 因為上個禮拜五大漲所有的氛圍是什麼 一片的 我也不能說那個好像在取笑別人 或是在焰於別人 真的是大家一片的信心向榮 一直等很久很久的一個大漲的行情了 可是就是因為太多人看不懂加權指數的變化 加權指數變化他根本沒有呈現出來 不管是國安基金非常明白的 互盤成功的那樣的走勢出來 沒有 甚至就是說 完完全全真的屬於官方作手 點火成功的那個盤態都沒有出現 所以教老師才會在這一邊來講的話 就早就在Telegram這一邊 你手機拿出來 上個禮拜五的資訊 你再往上滑都可以看得到 這是Telegram的好處 我實際上就告訴你 看到時間線被灌破之後 出現大漲就代表國安基金互盤成功 互盤的成果嗎 我一個問號 然後這樣子一個 4連4個那個 懷疑的那個表情給你 如果資金做什麼控盤 有那麼容易就可以看出來 那大家都可以 都不用辛苦上班了 原因就是如此 你說國安基金進場 互盤新聞一出來 馬上大漲 那個都代表他的成果嗎 沒有那麼容易的 我相信這一邊來講的話 上個禮拜教老師的節目裡面 甚至你在教老師的臉書社團裡面 我都可以 你都可以看到這張圖片 上個禮拜五其實就提醒大家了 尤其是在上個禮拜五晚上的節目 我很沒有避諱的告訴你 外資上個禮拜五那個大漲的行情裡面 他的心態是什麼 維持大漲的紅盤 給你護盤的官方作手一個面子 但是逢高我到貨丟貨給你 外資上個禮拜賣了200多億 所以什麼禮資是我的外資的 這是外資的心態 上個禮拜五的心態 所以我們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對話的留言 這個是我們空盤16是 學員權限 你只要取得學員權限來講的話 盤中會看到 就要是在那個學員的討論區裡面 提醒他們的這一些的重點 維持大外資 外資的心態是什麼 維持大漲紅盤 給你面子 但是什麼 理智是誰的 我的 就代表外資的心態 我要理智 面子給你了 表面大漲給你又怎麼樣 可是我成功了 逢高你拉給我 我成功了 把那個籌碼丟給你接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有錢就能如此任性 那不是你表面看到的漲跌 就代表成功或失敗 所以這一邊來講的話 就好之前提醒到了 上個禮拜五的節目 我提醒大家 你看到開高之後 基礎盤法暗示是什麼 拉 是拉在找盤 你從這個跡象 你會看出來 根本不是官方點火的盤 所以外資的賣超200多億 219億他怎麼樣 他是逢高這一邊丟給什麼 跟進來接手的政府基金 跟進來接手的國安基金 把那個什麼籌碼丟給他來接啊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你如果知道這一些的判斷技巧 跟他的那個慣性來講 你就會知道說有時候行情的 行情的那個 背後 所暗藏的一些玄機 很多時候 並不是如大家在新聞媒體 或者是你自己在過往技術分析 或是過往的分析 所學到的那一些的想法 所以就好是在上個禮拜五 也不必不諱言的 不管是在節目的標題 或者是那個節目裡面 就直接給大家這張圖卡 國安護盤外資出籤 這個只是股市一個生態的循環而已 你如果沒有辦法讓你的思維 可以用一個生態食物鏈的角度來去看 真的 你一直活在表面的漲跌 或是那個紅棒黑棒來講的話 吃虧的一定會是你 因為市場上面來講的話 兩大作手的控盤 他完全是凌駕於市場上 絕大多數投資人 他所學的那一些的大眾化技術分析或思維 就好是不必會的告訴大家 上個禮拜五 就好是也不斷的提醒大家 你看到大漲的格局 但是我告訴你的是什麼 你應該擔心的是美國股市 已經確認熊市的條件了 你應該擔心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也是就好是在上個禮拜 來講的話 很重點式的 將特別錄製一個 免費的權限影片 要分享給大家的一個原因 影片裡面有條 就跟大家談到熊市確認 在美股這一邊條件是什麼 當那個條件已經 三個條件同時成立的情況下 你要知道了 全世界主要市場 一個趨勢成形的情況下 那個就真的是 整個系統性的危機 風險 就真的是在各國股市裡面 大家都跑也跑不掉了 那就變成說 大家你面對台北股市的思維 是這一段的空投的時間 到底還有多久才可以走完 你的思維應該是這樣子 而不是是拿任何的理由 或是國安基金護盤的 這樣一個新聞來這一邊一直喊 有沒有底部 低點到了沒 這是過去 也是就是說最近這一段時間以來 行情從萬點 一路這樣往下崩下來來講 就好是所看到市場上很多人的 一個盲點 或是電視媒體傳播給大家一個 我必須要談錯誤的觀念 好不好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攤開了美國道琼的月線圖 上個禮拜五收盤 而且上個禮拜五 就好是強調 你只要鎖定 你只要掌握到那個 免費的權限影片來講的話 你只要觀看了權限 我在影片裡面都已經直接告訴大家 上個禮拜五的事務日 他的關鍵的意義是什麼了 可是上個禮拜五非常明白 他是直接收盤 是直接灌破2萬點的 美國道琼收盤是灌破2萬點 所以整個在這一邊來講的話 月K的三連黑 他是過往 美國股市那個很多人在喊 那個美股進入熊市來講的話 三缺一那個最重要的條件 現在看到了 所以那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好不好這邊來講的話 你上個禮拜 你有掌握到三月份 居老師給大家的免費的權限影片 的朋友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我影片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居老師才會提醒大家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認知 這樣的態度跟觀念 所以我提醒大家 現在你真的不是 在把你現在手中的資金 放在任何的股票裡面了 不是 甚至也不是你去搶便宜 或是哇那個每天開盤 天天都便宜怎麼樣的 你相信越買越便宜 最怕股市最怕的是你越買越便宜 買到你沒有錢 你發現還有更便宜的 那真的是不要說人生的一個悲劇 而是說你在金融市場裡面 會面臨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挫敗 所以現在你來講的話 不是在投資股票 不是所謂的價值型投資 而是真實的投資在你自己的身上 把你自己的觀念跟腦袋建立起來 看得懂做手控盤 尤其是在整個美國股市熊市 他幾乎已經底定的情況下 你現在要看的是如何在台北股市 這一段空頭的格局 空頭的時間還沒走完的情況下 你應該要好好先準備好你自己 所以教老師從上個月一直告訴大家 除了上個月的節目裡面 我就已經三不五十暗示 你根本不是買股票的時機 2月份3月份根本不是買股票的時機 從2月份3月份來講的話 一路還沒崩盤之前 就好是在節目裡面來講 三不五十就提醒你這個部分 只是我完全沒有想到 行情會是這麼樣一個快速 而且激烈的一個崩盤的方式 所以大盤是怎麼重要 重要啊 你看不懂大格局的轉變 大格局的轉換 他是怎麼樣脫離多空交替 然後進入空方式 就好是強調他有他的條件的 所以先有大盤再有個股 你知道大盤的格局怎麼轉換條件是什麼 你先知道趨勢做手是怎麼來 是怎麼來控制的 是怎麼來控盤 是怎麼來決定的 你知道你掌握住那個方法 你才能夠在趨勢轉向的 或者是你現在知道現在的重點是空頭時間 什麼時候消化完 在那個還沒有消化完的過程當中 你要先準備好你自己 怎麼去挑股票 怎麼去看那個空方的趨勢 時間還沒走完的情況下 如何避掉那些不該攤平的股票 如何避掉那些你不應該下去低買 減便宜的股票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當然空頭時間消化完之後 你先準備好你自己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知道相同方法去檢視 但是如何去找到真的空頭時間消化完之後 你應該提早介入佈局的股票 這個是你現在該做的 而不是給予這一邊來講的話 進場去撿便宜 雖然電視媒體 雖然這一邊盤中跟盤後來講 你都看到很多的說法告訴你 現在來講是長線的一個買點 但是就是因為如此才危險好不好 這邊來講的話 所以眼前來講的話 你先準備好你自己是應該怎麼樣 取得空盤十六四的學員權限 因為我會告訴你你取得權限 你可以掌握住接下來大盤 台北股市大格局如何去分辨空頭趨勢 空頭的時間哪個時候走完 方法是什麼 跡象是什麼 當你掌握住之後 你自然而然就會在救老師的課程 安排裡面來講的話 正式的進入個股的一個什麼 檢視跟挑選 所以那個空盤十六四學員來講的話 優惠的名額 最後面已經進入倒數時間很快 因為救老師從2月份就開始在強調 你要掌握住 現在救老師還願意 願意親自來做回復 親自來回復你告訴你 就是說這一邊來講的話如何取得權限 甚至親自告訴你這一邊來講的話 你取得權限之後應該要有的那一個 課本或是講義之類的 這邊救老師幫你準備好的 所以最後四個 因為三月底的 好我沒有在開玩笑 只要是空盤十六四學員都知道救老師的風格 過往來講的話一律都是小班子 一律都是限額字 就是那個倒數完之後 那個就真實進帳之後 繳完學費有入帳之後來講的話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數字的 去年來講你也可以看得到 救老師的臉書動態 倒數完沒有就是沒有 好不好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你想要取得 下個月四月十一十八二五 這三天救老師線上學習 你正面來救老師是 預錄好 針對我們空盤十六四 所有的課本跟講義裡面 裡面該有的筆記 你應該怎麼做記號 該有的暗梗 你如何把它找出來 甚至貼著行情 課本裡面的重點佈局 資金換手包括關鍵價位的成本區 你怎麼來運用 還有佈局暗示 還有重點利空測試之類的這些 官方資金介入的這些的盤態 你從課本什麼地方可以把它減整出來 我課堂裡面都會談到 那這一次來講 因為武漢肺炎疫情的關係 所以真的只能在救老師的臉書線上來做教學 我預錄好那個上課的影片 然後貼著最近的行情 我告訴你課本哪一邊你提早掌握好 這一邊下次再出現的時候 出現那個行情要崩之前 你大概就知道可以掌握度 那這一次的行情這個用法 這樣的佈局 空方的佈局 什麼時候用過 我課堂上都會告訴你 但是你第一個要先取得 控盤16式的許願權限 而且這個月來講的話 倒數最後四個名額了 好那這邊來講的話 我相信掌握住大盤 你會知道整個行情在這一邊 最近來講的話 大家討論的國安基金護盤 是不是真的有那麼一回事 甚至就是說真的一個護盤的新聞出來 大漲給你看 這真的代表國安基金 砸錢進去就有用嗎 甚至就是說這一邊來講的話 開低之後行情今天來講 早上低點是最低點對不對 可是就代表國安基金護盤成功嗎 國安基金真的護盤成功來講的話 你要知道官方主控行情的盤態是什麼 一點低的盤態 我相信你這個加權指數三盤排列 低高高 三盤排列就好是不用再多談了 因為在二月份一來 已經開出來無數次了 你最重要的是 在這個一點低的盤法下面來講的話 當天行情的重點是什麼 你該如何掌握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只是停留在低高高 今天來講的話 低點是在早盤 後面來講的話 有沒有拉抬機會 或是開低之後就全場最低點 你除了這個觀念 最基礎的觀念之外 你進一步的要知道 坐手在今天的盤誰主控 國安經濟互盤 真的有主控行情嗎 這一邊來講 外資產賣超 那國安經濟在這一邊 一個一低盤的暗示 它的意義是什麼 我先講 在Teregon這一邊來講的話 你還是一樣可以看到這張圖 因為這張圖來講 每天是在Teregon頻道這一邊 公開發出去的 所以你只要掃瞞QR Code 交交老師的Teregon頻道裡面來講 你天天都可以收到這張圖 今天這張圖來講 1點低盤法 然後最大最大重點 4日斷點 也就是說眼前來講的話 上個禮拜五 你看到這張圖 我告訴你什麼 跌式的甩轎盤 所以還會再往下殺 那今天是不是如期的 真的開低之後往下殺了 好斷點 4日組合的斷點 4天的一個跌式的斷點 在今天出現 所以你看得懂這個來講的話 你就不會真的以為上個禮拜 我那個大漲長紅 哇低點起漲點 你這樣而然就不會用這樣的角度下去看 這個就是空盤16式學員 跟一般的大眾化技術分析的 辨認行情方式不一樣的地方 好那五星期經來講的話 大概一樣喔 在Teregon這一邊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這張圖也是就好是在今天 空盤16式學員來講的話 盤中第一時間討論區裡面 完完整整呈現給大家 當裡面有馬賽克的地方就是 我們空盤16式學員權限 他那個判斷行情的原理 或是這一邊來講的話 課本裡面的內容 或是怎麼如何去運用的一個關鍵 所以這邊不開 不方便給大家看 那最重要的把結論給大家而已 我們在早上來講的話 9點半過後 這個訊息就已經 以交代跌式斷點為主了 為先了 不用太太大家去期待說 如果今天來講的話 或什麼重大的護盤 那個會翻紅拉到翻紅 不用了 今天來講只是交代一個斷點盤而已 所以你一大早抓住 加權指數這個關鍵來講 你根本不會在盤中 要不要拉 然後新聞媒體那邊 這邊來講哪一個地方有買盤 連發科有買盤 台積電怎麼樣 紅還怎麼樣 你自然而然就知道那些是廢話了 因為他完全看不懂做手行情 他看不懂做手控盤 所以他的盤中台一定 連發科有買盤那邊怎麼樣跟怎麼樣的 今天來講盤在對於資金做手控盤 他只是交代斷點而已 你不用去期待什麼翻紅不翻紅的 關鍵就是在這一邊 就好像並不必會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然後那個早盤低點 將成全場最低點 這個也是這個一點低盤裡面 這個盤法開出最基本的一個觀念而已 那今天來講的話 外資的策略其實也是在早上的時間點 都是在中場11點以前 就已經這些訊息就能呈現給我們空盤16式的學員了 那當然啦 交代完斷點盤中明天開始起始盤去尋求資金換手的機會 你如果盤中看得懂這一些 你自然而然不會去理會那一些 那個盤中跟你講說哪邊有買盤哪邊怎麼樣 結果尾盤還是掉下來 你自然就不會去 隨著那一些說法而起舞了 這是很現實的 這件事情聊到了看得懂就看得懂 看不懂的人永遠都是在邊緣去追隨著那一些雜訊 追隨著大家隨便就可以Google到 甚至盤中自己切畫面換個股 大家就知道哪邊有誰在拉 可是你盤中有沒有辨認說這樣的拉是什麼方式 或今天行情在這邊出現這樣的走法 是什麼樣的意義 關鍵就在這邊 那我相信大家在過往 索妮娛老師的節目 我都聊到1.D的盤法低高高 把變盤線的位置抓出來 只要行情沒有在開出來之後 往變盤線這邊做一個灌破的動作 這個早上就是最低點 這個你可以在早盤這個低點是全場最低點 這個是最基本的思考跟判斷 那個在早上9點半過後 你幾乎就可以底定確認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今天行情重點是 這樣是交代斷點盤 進一步在尾盤來講的話 我們看的是什麼 你有沒有那個政府基金 或是國安基金真的護盤進來 要主控行情的一個條件而已 今天很顯然是沒有的 但你要先掌握住就是說 在這一本實戰篇的課本裡面來講 他所提到真實由政府作手 來掌握主控行情的盤態 他什麼走法 今天很明顯你一米瞄過去就不是了 甚至早上10點一眼瞄過去 你大概就不是了 這我們在控盤十六四學院盤中的影片 邰老師就談到了 所以你只要掌握住 作手控盤的關鍵在什麼地方 控盤十六四的這三本的課本 基礎實戰跟進階來講的話 包含了教老師特別在整理出來 這一本的盤態數記的講義裡面 其實他早就已經記錄出來了 有網友在禮拜六禮拜天來講的話 跟教老師私訊聊的蠻多的 其他問老師為什麼這一邊來講的話 做手控盤的手法你把它寫成書 那這邊來講的話有什麼根據 未來做手會不會改變他的做法 教老師這邊提醒大家 這一套的課本來講的話 教老師2014年就已經寫出來了 2014年開始我就已經把這一個 這樣基金做手控盤的所有的細節 包含了手法跟暗示 2014年就寫出來那代表什麼 2014年以前一段的長期的時間 做手控盤的手法就已經呈現在盤面上 教老師這樣的年紀 才有辦法把它寫成書 然後2014年寫出來完之後 一路到現在還可以驗證代表什麼 在過往至少20年的時間 一路到現在做手控盤的手法沒有改變 所以這一些書我才可以在2014年寫出來 而且從2014年可以用到現在 不斷在驗證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教老師聊到 所以教老師才會用一個小班字 一直以來長年都是限額制 因為我不希望大家都說 哪一天給我一個群畫面 哪一天你網路上Google 那個網路上社群 那個臉書的社群 還是哪一邊的line的群組 今天來講的話是什麼盤 背後的暗示是什麼 外資這一面的控盤手法是什麼 今天來講誰是主控者 如果哪一天你發現這一些控盤 164這一天資金作手的語言是大家都傳送的 那就真的要小心了 你覺得教老師會希望那樣的事情發生嗎 不會 所以教老師一直的都是小班字 甚至是限額制的 一個年度來講的話 只要限額一到 不好意思 不會再有名額 疑慮就是等到明年 然後每一個每一個年度 一年比一年少 你只要是控盤164的學員都知道這件事情 名額只會一年比一年少 甚至我這一邊會有一個門檻 來過濾 來過濾 一些的那個什麼 路人或是那個 那個 看熱鬧的一些朋友這樣子 好我直接簽進來畫面 那今天這個盤來講的話 一樣Telagon這一邊你只要拿出來 一樣 今天的盤是一個大戶對座 那大戶對座的意義是什麼 我相信你只要是控盤164的學員來講的話 這一本實戰篇的課本拿出來 你只要有課本 然後你上過我的課 你知道大戶對座盤 這邊的意義是什麼 課本裡面所寫的案是如何運到這行情裡面 你知道就知道 眼前的行情來講的話 你要期待反彈 但是怎麼樣 在沒有漲勢組合排列條件的情況下 不要太大的期待 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 這三天如果沒有大漲 真的你不要隨便亂攤平你手中的部位好不好 你也不要把這邊認為是一個大波段低點好不好 保護好你自己的資金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是你準備好你自己的一個時間點 金融市場一向是如此 機會永遠是給那些準備好的人 現在的行情並不是你大局 是砸你的資金去賭低點 砸你的資金去賭 哇波段低點在這一邊 不是 因為就好是從最近的那個時間來看 幾乎每個投顧的分析師都會談到 哇國安基金每一次來的 每一次這邊人的互盤 什麼樣都是波段最低點什麼的 把國安基金講得跟神一樣 但沒有人告訴你 判斷國安基金互盤成功的條件跟跡象是什麼 沒有人告訴你 這是現在市場最有趣的地方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為什麼舅老師跟你談的這一些 想得通的人就想得通 想不通的人永遠都是在看表面的漲跌 上個禮拜舅老師已經特別聊到了 這個是大盤的月K線圖 這個月K線圖 你只要看十年線 如何來去觀察 上個禮拜五的節目我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是用花的時間詳解給你看 今天來講的話收盤的位置已經是什麼樣 收盤是在十年線下方了 你這一個月的重點就是看 十年線能不能守得住 守不住 怎麼去應對怎麼去看 守得住 行情就馬上確認低點 行情就回到這個高點嗎 上個禮拜五的節目我講一清二楚 所以你這邊來講的話 你一定要記得 居老師會告訴你現在是一個時間 換取空間的一個護盤策略 他不是這邊抄底 不是這邊一進來砸錢 就是底部確認 不是一進來他就要拉到前面 回到一萬點一萬一一萬二 不是 你千萬不要這樣的想法 所以這一邊來講的話 上個禮拜五的節目 居老師特別點到你 不要相信那個三日不破低 就底部確認 因為過往來講的話三日不破低 你以為底部確認 後面來講殺下去跳空 破低給你看的 那都過往都有例子 所以你千萬不要在這個地方來講 用這個方式來看盤 包括了融資 包括了國安機互盤 就確認是底部千萬不要 包含了武漢肺炎有那個解藥出 就馬上會補缺口大反攻 這件事情提到 現在的行情的格局已經被破壞掉 而且美國股市熊市的條件幾乎底定了 那你接下來思考來講的話 那個空頭時間沒有把它消化完 沒有走完來講的話 缺口補掉 但是已經是後面很長時間以後的事情了 不會因為解藥馬上就補缺口 我這邊在講很 非常強調這件事情 那包含了那個降息的事情 包含了股東會行情的事情 我上個禮拜我統一的在節目 都跟大家來強調了 這邊我只希望你 用一個正確的態度跟觀念來面對行情 那眼前這一邊來講的話 空盤16室的資金換手線 最近一根在3月10號 3月12號也是在這一邊節目告訴你 行情關鍵變化的一個日期 我相信那個 那個行情在這一邊來講 上個禮拜 我最近提醒大家我最怕的是什麼 行情複製2011年這一邊的走勢 你仔細看 3日不破低你又確認是底部嗎 這邊有多少是3日不破低 然後後面來講的話 當你的多單敲進去 當你股票敲進去 買下去爆下去的時候 後面隔一個來破前提給你看 等於說你如果拿著一個錯誤的方式 來判斷底部來拆底部來講的話 你很容易在股票被再越套越深 甚至你原本沒有被套牢的人 你的資金跳進去也會變套牢的一群 甚至你操作齊全的朋友來講的話 你這一邊的操作風險是跟著放大的 你很容易在一個沒有警覺的情況下去 壓一個波斷單然後怎麼樣 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就被扛出去了 就被斷頭了 所以這邊拿著教老師談到 現在眼前最簡單的資金換手線 最近的一根空方換手是3月12號 行情一直的維持在3月12號之下 所以任何的一根資金換手線出來 他都救不了大格局和能夠轉換 特別留意這件事情 居老師會強調這件事情就代表他很重要 給我個全畫面 所以這邊來講居老師聊到 你要用什麼樣的觀念 你要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你自己 來切進來畫面 想想看你現在需要什麼樣的方法和態度 來面對行情 因為市場很流行一句話 想想看你需要什麼樣的分析師 不是居老師不談這句話 我跟你談你好好去想一下自己 你現在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方法或態度 來面對眼前或是接下來的行情 因為只要你的方法跟態度錯了 你很容易會讓你原本還安全的資金 後面來講的話變成什麼樣 跳進漩渦裡面 跳進泥沼裡面的一群 講白一點那個方法錯態度錯 你就好你又不小心又躺了 另外一鍋的渾水了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大家回想一下 那個3月12號當天來講的話 居老師為什麼會態度呸變 在3月12號以前 就好是還甚至的在這一邊 給大家一個關鍵價位 開放給你索取 那大家可以從上個禮 上上那個最近這兩個禮拜的時間 你可以發現 一件很明顯的事情 行情在關鍵價位之上的時候 它是代表著一個抗跌的一個行情 甚至那個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暴跌不管N百遍了 台北股市在這個關鍵價位之上 就是非常抗跌 當關鍵價位開低之後 官方坐手不守不護了 它是長居直下一路向下破 甚至連9000都破給你看 這兩個非常大的差別 就可以代表告訴你一件事情 基金坐手的控盤 你如果事先掌握住 你就會知道行情在轉變之前 你能夠事先的去準備好的 你能夠事先去察覺的 最怕的是 下一次再來的時候 或者是下一次這個再往下要破之前 你沒有警覺 然後怎麼樣 拼命的拿你的資金下去做攤平 我現在最怕的就是這個 好三個禮拜五在節目上面來講 下面來講的話 還有幾個低點 那這幾個低點 居老師都跟在上個禮拜五的節目 都提醒你 過去是怎麼樣形成的 它的意義是什麼 那居老師也提醒大家 眼前這一邊 行情什麼樣 拉回修正的幅度 已經完完全全破壞掉整個 多頭的架構或是多空交替的格局 早就被脫離了 所以你不要去期待說這一邊來講 任何的原因馬上會再攻回到這個地方 因為你只要這個期待 很容易的你會讓你原本安全 或是怎麼樣 逃過一劫的資金來講的話 反而在後面的時間 重新躺了一鍋不該躺的渾水 好不好 那眼前這一邊來講的話 明天是一個新的全新的一個起始盤 因為今天是交代斷點 上個禮拜五大漲是一個跌勢甩轎 那今天來講的話 這邊就好也是 還是一樣在大家面前 明天是起始盤對不對 雖然有可能會談起來 雖然那個禮拜三禮拜四這兩天 雖然有可能會有機會談起來 但是怎麼樣 這邊沒有漲勢組合的條件 這邊還是一樣 沒有漲勢組合成立的條件 所以你看到的 談起來紅棒 你要小心 他只要不是漲勢組合的排列 他就怎麼樣 他只是就只是一個 橫向短暫沖洗的一根小小的紅棒 決定不了行情的趨勢 更不用是確認底部 根本不足以確認那個構成底部 這邊來講給大家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那我相信上個禮拜一 3月16號 你早點鎖定這個月3月份的 免費的全線影片的朋友 你都可以看到我在那個影片裡面告訴你 現在你要等的一個佈局暗示是什麼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因為下面來講的話 沒有什麼重要均線的 除了十年線 但問題是日線圖這邊重要均線全部灌破了吧 通常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你要等的是一個外資有另外一手的佈局暗示 那個佈局暗示前面都沒有出現過 所以才一路往下長虛直下 現在就是因為前面長虛直下的過程 都沒有出現過 所以現在等的就是那個佈局暗示 好不好 那也出現過 來講也不是第一次了 好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你只要取得控盤16式的權限 你會有三本的課本之外 包含了居老師所有的教學的影片 包含了上課錄影的即時的觀賞的權限 學習的權限 那你只要取得控盤16式 學院的權限來講的話 接下來居老師在一整年裡面 不管是現場上課或者是那個錄影的上課來講的話 你都有反覆去複習觀看的權利 所以取得學院權限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最好是從二月份到現在來講 都不斷的強調 三月底之前 是居老師唯一唯一在最近這一年以來 應該說這今年以來來來講的話 唯一的一個短暫親自給予 想要報名控盤16式學習 或者是在這一邊來講的話 對於控盤16式學習有興趣的朋友來講的話 是我這一個兩個月短暫的時間 親自接下親自回覆你的階段 下個月開始就已經是交友教老師的助理了 所以你要掌握住學員最後的優惠的學習的價格 學員學習的優惠的名額倒數四個 因為月底了嘛 前面不斷都有新同學報導 就是事實我呈現給大家 你只要學員都知道我的風格 我就是限了然後倒數了 沒了沒了沒了就是不好意思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4月11月18日25 你只要把握住學員權限的資格取得 你可以重複的下去複習課堂上面的內容 包含未來教老師在那個 重新的新的那個針對行情 新的權限的影片來講的話 你也完完全全不需要任何的費用 還有任何的報名動作 只要取得學員權限 你就有當人觀看的資格 好就是透過LINEET TERRAGON這一邊 都可以向教老師親自來做詢問 只要你詢問這一邊來講的話 掌握住名額就是怎麼樣 掌握住接下來空方時間還沒走完 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習的那個機會跟時間 把握住這個機會 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